这工具怎么样来帮我们个人做个生涯的发展 或者帮公司面来讲 能够帮我们指导我们去做更好的治癌发展 根据这个问题是一般人都关心的 因为除了工作以外 它的一个有一个时间表 就是认为这个生命的方向 还有我的才华的方向 对个人来说 对企业来说 就是怎么样确定这个公司 每一年因为借由训练员工 让公司能够达到产能 每一年不断的是提升 然后在那个行业能够保持顶尖的那个状况 是我们目前这19年在大中马区辅导 都共同的现象 共同要的这个基础 那我们发觉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或者执行这个任务的人 他也是有一个迷思 因为他没有一个方向感 还有对公司的资源 怎么样建设性的去用 他也不晓得 那所以我们是先从 这个公司的有个政策 它的规划 包括继承能 还有就是怎么去开发 每一个工作岗位 就是什么时候升迁 还有因为每个工作做久了都会职业代券 怎么留住人才升迁 然后他有一个中长城的一个计划 这是一个 对个人来说 他都希望他能够像很多电影明星 就是一开始演那个剧本 你说是一代理环 一开始演他的剧本 就是最适合他的个性的 这等于说他碰到好的导演 就是千里马碰到薄乐 他就能够一泡而红 可是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现在 包括不管是张曼玉也好 就是一代理环 演这个潘因子也好 他们基本上也是基础功要练好 然后一个是运气 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那一种就是基础功 基础功就是你要了解你的天赋 第二个你的演技 在某个阶段某个时间表 你要完成你的工作的 多少演技要需要多少时间 那所以呢通常 运气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 但是我们有什么天赋 我们怎么在我的职业 在我的工作角色上 怎么样把天赋 把它练得越来越杰出 然后都是做自己最有能力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有的人就是说 什么都要立刻马上 好这是一种 没有了我就quick 好就是什么都是滚动 叫做滚动的时候不生胎 那另外一种 就是好像那个饿死鬼一样 一只学一只学也不消化 这是知识 然后也用公司 有很多人就是用公司的钱 学完了也没有用在工作上 所以我碰到很多公司 到后来就砍一算 不给员工训练了 觉得训练了半天 公司变成半嘎嘎酒 员工只是要去拿各种证书 然后也没有办公司藏了 那这样子都是不好的 就是眼过头的 那我们刚刚谈了根本面 那剩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晚 我们晚站上的文章 会对这个有更仔细 我们刚才是把一个大翻向讲 那里面就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OK 明镜长 但我们的明镜与点点栏目